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你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 我在想工作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是不是得接了什么人 或者什么事 来 来 高知管 这是法国人的回复 这个是样品单 然后这个是 客服要的认证书 都在这儿了 放这儿吧 高总 新来的去哪个部门 去业务部 好的 新来的 哪来的 公司最近不是招了一批大学生吗 其中两个人分到业务部去了 不是说新来的只能当跟单员 跟单员五年以上才能当业务员吗 这两个人呢都是名牌大学毕业 实习简历呢也很漂亮 所以公司呢就破格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享受破格的待遇 那怪谁啊 还不是怪你自己啊 可是我去年 我业绩是第一名 王总怎么跟你说的 要创下新高才能破格 来 来 咱们以数据为说话啊 你呀 就差这三个单子 如果因为这三个单子的话 那我认 各位同事 把手里的活儿先放了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市场部呢 来了两位新的同事 大家鼓掌 各位老师好 好 我叫将军 请多指教 各位老师好 我是文心 请多多关照 老高 我正要找你呢 这二位呢 可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 我好不容易啊 才挖过来的 以后就交给你了 好 大家欢迎 好 果然是你 卉鑫 你好 真没想到啊 是啊 你怎么会来这儿 毕了业以后 我本来是想出国去读研究生的 这家公司招人 顺手就发了个简历 没想到就录了 过来感受一下呗 你呢 这家公司非名牌毕业的大学生 不录的 我记得你好没上过大学 我最开始 在这儿做茶水小妹 难怪 维希 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你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 我在这儿工作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是不是到家的什么人 或者什么事 肯定是 你放心 我没空关你的闲事 帮我倒杯茶 姐爱姐给我吧 没事没事没事 给我吧 没事 来 你这儿哪儿用得着您啊 多谢 姐爱姐 今天中午想吃点什么 跟昨天一样就行了 谢谢 好的 你不是茶水小妹啊 别开玩笑了 姐爱姐可是我们这儿 最厉害的跟单元 女生跟单元啊 刚生了职 恭喜 姐 来 进来一下 好嘞 老高教我先过去了 嗯 你找我 老温馨啊 今天是我们挑入社会这个大展章的第一天 要不要庆祝一下呀 怎么庆祝 那就入屏餐厅 你们公司附近 那餐厅怎么样啊 那家档次特别高 配得着你 行 好 那我们下班后期 好 拜拜 挂了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入屏餐厅 你知道怎么走吗 不知道 谢谢 没事 好 谢谢 欢迎光临 好 您稍等 好 您稍等 好 好 咱们进去吧 加个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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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可迟到了啊 不好意思啊 临走的时候我老板非得跟我聊两句 你得猜了吗 没有呢 一直在等你呢 蒙特纺织厂 销售经理 我们那儿啊 人人都是经理 排得挺快呀 不过你别说啊 我觉得销售这活儿挺适合你的 你呢 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 挺好的 都很顺利 那就行 等菜吧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的菜单 谢谢 你想吃什么呀 都行 这谁的钥匙 这谁的钥匙啊 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在新来的同事那个工位下面 那可能是文欣的吧 你跟她联系一下 嗯 简爱姐她刚来 还没有找到她的传呼号 那你知道她住哪儿吗 没有登记 住文欣啊 她上去著名餐厅了吧 你怎么知道 她跟我弟子来着 应该是去了 那你给我吧 我一会儿刚好要路过那儿 好的 简爱姐 咱们同学里面 女生 你跟谁关系最好呀 那肯定是你啊 真的假的 当然 你想 我们是中学高中大学同学 然后呢 又在一个城市工作 说实话 除了我妈以外 你是我见面最多的女生 你还别说啊 还真是 咱俩一直都在一起对吧 嗯 真是挺巧的 何止是巧啊 这叫缘分 这呀是个狗蛋啊 说不定咱俩已经成亲了 然后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少来你雷鸣 你正经点啊 你这不是不知道我 要是正经了 这不是我李一鸣了 那你也得有点自知证明吧 谁肯你孩子满地炮 还打酱油呢 我没说那么多啊 您好 请问您几位 哦 我找人 好 您请 简爱 一鸣 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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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鸣 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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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 买 来 你 好齐不见啊 我跟文心吃饭 痴 我把钥匙给他 没事 走